剛剛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位置 在147的位置 現在我會等一等再 下另一個位置 還蠻幸運的 剛剛去到底部 又掉了 沒有再入到 不幸運 我看到 銷售了 之後 又開始上去 所以有時候 你打算拿幾點之後 就真的要走 Exit Target 是很重要的 我一早就設定 Exit Target 如果你不 Exit 你什麼都沒有 在這裏 我剛好過的命令 我在這個 28分下 然後46分走 28分就撐到這裏 28分下 48分走 撐到這裏 抱歉 28分下 48分走 然後一直都沒有機會 所以有時候 如果你 下了命令 我想多重要 就是要知道 什麼時候走 如果你一路都不去 一路都不去 Exit 問題就是 出現在哪裏 就是 你走走 停了 大家馬上去 這個下的 47分 上去 下回來 我在這裏 剛才還沒有一條 Tram Line 我當然是 殺行些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 Idea 就是 什麼時候走 真的剩穿相 死不死 剛剛的Trade 算是最好運的Trade 因爲 真是馬上去 馬上去 下了命令 在這裏 21183 Target是 21203 1點鐘開始了 它就一聲 在這裏 跌了下去 那 那 我設了很大的指示 因爲 我要試一些東西 給一個朋友看 所以我就 我今天 我設了很大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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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回 trend 這裏 是一條 uptrend 那 我看過 萬圖 當然快圖 你看到 那些線已經全部 向下了 已經 很明顯已經跌穿了 看見這裡 我剛剛看這條線 根本就是在向下 那 近的東西 是很難去作定的 所以我始終 我相信遠的東西 那你今天會不會跌 沒有人知道 會不會跌 會不會跌 沒有人知道 但是這一剎 我見到它還沒穿 我就一直都不剪 穿了沒辦法 穿了一定會剪 是不是 不穿 剪來幹什麼 就膽子坐在那裡 剩下幾分鐘 今天就 下了那一兩個trade 那 所以就沒什麼理會 剩下幾分鐘 不知道會不會收回 在我這條綠色的 Magnet線那裡 那大家又要看看 因為現在 我講過這條線怎麼用的 不是一條 收視線 這是reference線 有幾個condition 那如果它今天 如果看的款式 應該會收到很近這條線 但是剩下五分鐘 什麼事都可能發生的 這個只不過是估計而已 不是一個 一個根據 但我覺得很大的機會 會收到這附近 也可能會 輕輕過一過少許 剩下幾分鐘 我真的不知道會不會 收回到這條 Magnet線那裡 今天做了很少trade 因為今天的事沒有怎麼動 我覺得它今天可能會 輕輕過一過少許 說過這條 Magnet線不代表是 一個收視線 Magnet線是什麼 是一條reference線 你知道有condition的 放大少許 現在很近 我可能會輕輕過少許 但是會非常接近這條線 剩下幾分鐘 什麼事都可能發生 對不對 結果呢 就是收到21124那裡 好 OK 從來 谢谢观看